《扶貧致富》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上一集我們18樓CP座 就講洗腦洗頭洗到自己乾乾淨淨 面對中國在各大運動出色的表現之後 就起床上一首粵語動聽的 慈喇的國歌 我們要不要起床嗎 當然要唱國歌當然要 現在我最近在看打Bang波 中國運動員現在有四五個一起入十六強等等 相信播出的時候應該有很多金牌不斷布折 但是看Bang波 題外話先 看Bang波 看Bang波 你先打中隊打 好像很喜歡 看到全部中國人對中國人 但是這個是中國隊 那個是香港隊 那個是新加坡隊 德國那個也是中國人 日本也是 波蘭那個也是中國人 搞到身份認同 反而我看完電視之後的運動 身份員就糟了 為何會在運動方面更加分辨了那麼多 還難有身份認同 很多香港的運動員 經常說培養在香港運動 糟了我見到出色的那些 甚至乎乒乓球的那個 乒乓媽寶都是 內地下來的 乒乓媽寶也是 女生有幾個也是 糟了找不到的 我們風帆那個就是本地長洲出身而已 其他很多 我都看到遠門球 除了黑妹之外 又是內地下來的 就是亡神 唯有像陳口昌所說 就是上一輯 香港都當中國 中國和香港 終於開心 所以運動員 兜兜亂亂你 你又怎樣看 其實當然 某程度上 就是現在 那個世界都是交流 國與國地方 地方的交流都是很多 說是全球化 全球化也不只是經濟 全球化 運動 各方面都是 我想很多你可以轉你一個 國籍 或者是居住的籍 我想近年有很多都是 內地利用各種的方式 除了我們每天 150個單程證的名額 又可以投資移民 尊財 投資移民 又炒起了我們香港樓市 尊財 尊財 郎朗 張子儀 不過他們都是在香港 踏腳 去對其他黨 這些專門 其實有時候 民國國籍 或者是一個 現在香港還是複雜一些 香港和中國 我們雖然是中國的一部分 但是因為是一國兩制 有些事情在國際的場合 甚至是平起平坐 無論是世貿組織 WTO 香港 可能還先過中國 進去 現在只是平起平坐 很多體育的事情 剛才說到的就是 我們是中國 香港 跟中國 有時候好像打退台 其實很難去分 剛才我們今天也是說 國民教育 國民教育 有時候 如果真的見到中國 就要高興 有個體育活動 中國對香港 我們怎麼搞呢 我以香港為先 那時候兩邊都要報應 兩邊都要拍攝 可能是國民教育 我們又要自我批判 國民教育 我相信你不年輕 你又踢球 你記不記得 北京有次香港隊上去 北京和中國隊 香港好像贏了球 搞到被人圍著 國民教育還是港民教育 要捧一對 所以就是這樣 我覺得根本不是 你只是盲目去認同 中國也好 不是盲目去認同 而是你去認識一個 我們身處的國家 當然中國我們要認識他的歷史 我們要知道他的好的地方 不好的地方 其實我想中國也好 外國也好 一定是有好有不好 就是好像經常說 外國批評中國人權 其實近年中國都很聰明 美國你就去罵中國 中國又罵美國 你美國出份人權的報告書 罵中國 中國又整份罵美國 其實我覺得 沒有壞的 美國去批評中國 中國批評美國 因為有些人權 其實應該是一個 所謂的全球 共有的一個標準 所以其實 中國不應該 以這個就是 你美國不應該干預我 因為其實 中國現在都應該 經常罵美國 其實大家互相 所以你說我的問題 我說你的問題 其實在過程 是不應該迴避 反而大家拿出來便去談 其實回到國民教 我們去看中國 如果是把中國的歷史也好 如果都攤出來讓新一代知道 是好事 但你不要只好那些事就說 不好那些事就蓋住 其實好那些事 坦白說有很多好事 除了我們說運動 因為我們熟悉之外 其實有神七 神七是好事 又下來香港宣示 其實這樣 我們始終都落後人家幾十年 這樣都是達到一個目標 譬如經濟的發展 很多其他三合的工程 我們都很值得 跟香港的學生說 說國家都做得不錯 但你的論點就是 除了有很多的優點 需要去和大家分享 國內的進步之外 也有很多國內其他 有些都是大家很關心的時事的話題 都應該納入國民教育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你不要把國民教育變成 就是把你中國的政府 或者共產黨的某一個 推出形態 放進來洗腦 其實香港人不怕學習 最怕洗腦 所以其實坦白說 你也要收回上去 洗腦 中聯辦的官員 說的話真的嚇死人 中聯辦宣傳民體部 做部長郭鐵邨日前在微博 談及香港中小學的 德育和國民教育科 直指這個不是洗腦 他真的很厲害 是建腦 建腦 想想多些 對 讓我老婆做多些運動 不是洗腦 讓你的腦輸入多些資料 令到老婆更加發達 各說各發 形容在中小學 就不用培養批判思考 好像我們那時候是填鴨的 不用批判思考學老師 講什麼Physics 照抄 怎樣代公式 去到大學才是 學鐵邨好像說得對 即是說不用你去想 總之你聽 即是判施 他說不用你批判 即是你聽就可以了 全部是對的 沒有批判的 那些事情 都被阿陳有張繞到 即是政府說什麼 對 中小學生是應該的 聽爸爸媽媽老師的說話 自己才是一個好學生 好兒子 他還是小學 開始判書 其實當然 這個 坦白說 認真看 郭鐵邨說的事情 挺恐怖 如果你說 他真的回應國民教育的問題 這些事情 就是不用想 不是給你思考 總之就是灌書下去 其實他覺得灌書是好事 真是見老 但其實都是給你一些東西 其實慘了 你說中小學生 不用想 其實我都不知道 跟通識教育完全相違背 對 現在我們去講 很多的 就算是小學 小學也是 很多年開始講 活動教學 即是說 不是這樣 握一些東西 填瓦式教育 我小時候已經 開始批判的東西 現在還要拿出來 不是填瓦 填什麼 總之就是握一些東西 在腦上 總之你不用想 握吧 這個真的很恐怖 作為父母會擔心很多 因為你小朋友 當時的情形 真的未必知道灌書 是對的還是不對的 未必有批判性 或者思考性 真的是你小學的時候 是吧 所以其實就是 那個情況就是 尤其周圓 尤其小學的階段 其實是 當然我們應該要 給多方面的東西 給小朋友 其實應該也要 在那裏 其實很多東西 是小學開始培養 一個人 很多東西 也要鼓勵他 去看多點 去想多點 然後中學 他可能會發掘出 哪一方面的興趣 在學科上 人生的道路上 如果你說 小學中學都不用思考 就不用思考 就說大學師來 坦白說 現在 就算怎樣也好 其實真的 現在是大學的 都不是很多 如果不算副學士的話 真是學位的 都是18% 兩成以內的 適齡才行 你計算副學士 其實很多副學士 都很難看得到 什麼程度 但是就算計算 都好 其實都不是所有的 香港人 同齡都可以 進入了大專 大學的程度 那些就不用想 過了中學之後 就沒有了 不用想 其實是很麻煩 如果是真的 好像聽中聯辦 柯麒村部長 那樣說法 那樣說法 就真的 我也不太知道 為什麼說話 好像 其實他自己 踢爆 自己的過程 設計 他有時候 不知道這些是無間道 即是 特地踢爆 特區政府 背後那套 其實 說真的 現在小學生 到思考 大家都知道 雖然我 是區議員 當然我有兒子 也有兒子的同學 也有知識 但是我們近期被人告 於是電視報章 兒子 現在讀小學三年級 也有同學問 你爸爸 被人告 第一 第一 第二 被告在報紙上刊登出來 是少少負面的形象 大家可否覺得 如果是小朋友 你被告 你知是被人告 所以 於是 值此機會 不厭其煩 嘗試 讓他們慢慢批判私下 和他們 說上一個被告的故事 讓小學生 我想 都要通識 我們作為家長 或者其他 我兒子 和家長們 都要跟他們解釋 被告到底是什麼回事 香港司法 應該是 因為 讓他們想想想想 你那宗其實是一個民事的官司 嚴格來說 現在都不叫被告的 其實是一個申請人 有一個人 其實是民事 即使你輸了 你不是說你犯罪 你可能是欠他一些東西 即是類似的東西 即使你輸了 你還未輸 即是 即是 這一類的 即是 什麼叫做司法 反而真的應該 有些小學生 要講 小學生可能也要知道 可能大家 搞亂了 以為被人告 就是壞人 其實不是的 其實就算是刑事也好 其實香港 有很多的刑事案 被人告 不是就等於已經是有罪 香港我們很強調 整個消化制度就是 你未經法庭的判決 即是說你要假設它是無罪 所以就算是被人告刑事 你都不能當它已經是大罪之身 民事的案件 更加有這樣的概念 這些事情更加應該 是要給新一代知道 由上了《通識報》 小學中 等我讀完這段 再總結 上一節我也講過 其實現時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仍未出台 教育局其實在下一年 已經初中推行另一個新學科 生活與社會科 取代現在初中非必修的 經濟與公共事務科 即是EPA 但是生活和社會科的課程 專責小組的主席 亦發覺在諮詢中的 德育和國民教育科 在一部分當中是相同 譬如教授國情 基本法 人生態度等等 兩者都相同 相類似 會有課程重疊 書本是怎樣出呢 等等 亦需要很多不同的人士去討論 暫時我們討論到這裡 我利用一點時間 因為上一集問過我 六四的籌備情況 我現在越來越接近六四 當然要問你多點資料 等你又有講述 究竟今年六四的籌備情況是怎樣 朱聯會副知職 朱聯會 朱聯會 朱聯會每年最重要六四 都是重頭 在六四的維園竹集會 今年一如過去21年 我們都會在六月四日 今年是星期六 星期六晚八點鐘 在維園竹集會 在竹江集會前的星期日 今年是5月29日 下午3點 我們都會有個遊行 我們遊行叫做愛國民主大遊行 其實都是呼應22年前 北京的學生 其實他們在竹江廣場的絕食靜坐 其實都是一個愛國的物品 希望國家去改善 那遊行的路線是 我們在5月29日 禮拜日三點鐘 在維園足球場出發 遊行到政府總部 這也是過去很多年去進行 歡迎市民去參加 我們今年其實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活動 會不會收到一些旗 好像去年被人說 你收到一些旗 那根本是不屈我們 今年要展示出來拍下這些照片 我們其實多做幾支 我們支聯會的所有的綱領 我們都很清晰 各種表達 我們介紹一下 今年我們都有一個特別的活動 在6月3日至4日 我們在維園有一個 廣場的人要贏的 希望有些中學生來參加 可以藉著類似的露營 但在那個過程中可以體驗 當年在天安門廣場的 你有這個活動的廣場 英雄貼給一些學校 讓他們來報名 一直都在做宣傳 國民教育的遇襲 他們不敢來睡覺 到時只剩下你們去睡覺 現在已經有一個名字 可能比較勇敢 以及想了解更多的學生 或者老師的鼓勵 我們也希望 香港是很特別的 每年我們六四到現在 仍有十幾萬人參加 這個其實是一個世界紀錄 可以這樣說 中段是有九幾年 這一兩年 這一兩年 你有沒有做過分析 這一兩年 上年 這一兩年 都被迫爆了 我們相信是新一代 其實是有幾 即是八十後 八十後 八十後或九十後 甚至是說 即是他們可能 如果是九十後 可能在當年八九年那時候 都沒有出生 其實如果沒有了新血 的話 其實靠我們以前 一直原有的人 你一路一路可能只會少 所以其實是 在過去十幾年 其實支聯會 都很強調 就是新火相傳 這個信息 我們都相信得到 包括很多教師 甚至家長 拿了奴章的信息 是給到新一代 這個才可以 導致現在 仍然有更多的人 來參與 我想這個是很重要 例如我們很遲入禮 在天內走過來 站在旁邊那些 全部都是白領人士 都很年輕 你覺得一些前輩 上了年多的 就一早來了 坐在那裡 放了工 約了朋友 一起去的時候 因為沒有人坐 站在旁邊 那些大多數 我個人的感覺 就是一些年輕人 相對我們來說 很年輕 我想他們都二十幾三十歲 那些 八十年都三十歲 所以他們都 多了我一批 這一兩年 可能會不會他們 對香港政府 很不滿 當然 有些關係 我猜今年 有些可能 都會 對中國政府 都很不滿 尤其是近期 不斷去 拉人 甚至好像 捱眉眉 過了年 即使你說他們犯了什麼 刑事商業犯罪 刑事商業犯罪 那你 都會有一個扣押期 全部都過了 完全不受法 還未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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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真是 很離譜 其實我們說 國民交易 真的要看多些事情 要去了解各方面 包括六四 都是很重要的 當然 在中國當代史裡面很重要 都是需要多些去體驗 那晚會有什麼特別的 晚會通常是半小時 九個字 那幾十萬人 要散 十幾萬 其實我相信六四 一忽然會給到一些訊息 包括六四發生什麼事 最近的情況 我相信更加重要就是一個感受 為何大家在過程裡面 可以去認同到 當年的學生 他們為何會出了這樣的舉動 中國政府 為何到這麼久 經過二十幾年 都不願意去改正這個錯誤 其實六四集會 都是一個過程 大家可以在這裏反思 尋而大家去看看 如何未來 真是做一個中國人 能夠令中國走向緊迫 今年是第一個沒有華叔的六四晚會 會不會有什麼不同 我相信沒有華叔 對我來說 至少我覺得當然是有點遺憾 過去有一年多 華叔是領導支聯會 他的形象是給予香港人 甚至海外人 是一個很深刻的形象 沒有他我們是一個缺失 不過我想支聯會 始終我們經營了這麼多年 其他的人 我們大家都會努力去做好 我估計也不會有很大的影響 我相信也很感謝華叔 過去有一年多 他做了很多事情 留了很多很重要的基礎 是給現在我們的支聯會的人 我們繼續去做下去 當然更加重要的是 無論過去以至未來 支聯會 能否做好每年六四的工作 是好看香港人的參與 其實要靠香港人 大家都願意出來 才令到六四的燭光 能夠延續直到成功 過往晚會華叔的工作 會不會由李卓人去代替他 例如有些要宣讀的事 引哥去代替他 當然現在是我們主席李卓人 而過去每年的晚會都不只是華叔 一個人 我們支聯會都有很多分工的工作 我相信今年的六四 也如過去 大家分工協作去搞好六四 但是 會不會有些片段 又播出華叔在六四的晚會 很感人 我們現在還在籌備 那些細節 大家都可以 你沒有華叔的六四晚會 很遺憾 雖然他已經過世了 但是依然有陰影存在 我相信來到那個朋友 很多謝這個提議 其實有市民有這樣的提議 我們現在都在想 細節是有什麼 但是我相信六四的主角 始終就是參與香港人 希望大家都可以來 一起去感受 和去參與這個屬於香港人的 這樣的聚會 一如這樣說 六四為軟建 絕對是一個豐富的國民教育 我們也希望國民教育裏 真是將切切實實將好的東西 以及真是以前我們需要反省 或者是要改善的東西 都要拿出來 讓我們未來的主人翁 去知道 去知道 去學習 好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iRead 是什麼呢? iRead i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上不同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download書內的相片 觀賞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餘字幕提供